丈夫把买来的妻子囚禁在水上木屋 强迫她出卖身体赚钱 只为了买一个新老婆 老李自己不孕不孕 却把问题归咎在圆圆身上 所以她根本没想过圆圆会怀孕 从来都不要求上船的男人做安全措施 出乎她意料的 圆圆怀孕了 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一个老头子上船要求服务的时候 圆圆控制不住孕土 却老头被以为是她嫌自己恶心 二话不说直接扇了她一耳光 老李通过望远镜看到这一幕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 并不是心疼圆圆挨打 而是终于产生了疑虑 但是她依然坚信自己没有问题 于是没有带圆圆检查 直到她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事实摆在了眼前 老李才不得不相信 她把去过小屋的人找